感恩菩萨 感恩神父 我自己的业障 我自己悲 我是1957年属鸡 57年属鸡的是吧 对 我看一下啊 好 你讲吧 看什么 我是胰上癌 你用不着讲的 我都看得出来了 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你的左腹 下腹不但一线不好 脾胀也一直不好 你身上有一个瘦瘦的男孩子 瘦瘦的男孩子 你有没有钓过孩子啊 有啊 在你身上呢 还没有钓到走啊 瘦瘦的 要多少这样小房间 六十五章 六十五章 好吧 你这个病 我告诉你 非常麻烦的 有一点扩散 对 医生说扩散到那个肝里面 听懂了吗 我懂 我告诉你 你现在几岁啊 六十一 六十一岁是吧 对 哎呦 你这个节真的很大 对 他本来五十九就把你带走了 你因为念经啊 对对对对 所以菩萨保佑你啊 你要好好的 你现在许愿吃全素了没有啊 我已经吃了一年多全素了 放生呢 放生也放了两三万条了 你就是买了这条命啊 你现在不能生气啊 我记得 你太生气啊 你现在家里有一个讨债鬼啊 就是你很恨他的 很不开心的 你要放下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再这么下去 你要当心点 我看你半年 哦 好吧 好 你自己要改了 哦 我记得 小房子一定要拼命地念啊 好 好吧 好 要到小江小房子 还要四百三十张 好 好吧 好 那想开一点呢 命没了钱有什么用啊 对呀 对呀 明白了吗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跟你过去 你们家里啊 有人就是坟啊 坟被人家冻过有关系 哦 还有就是你过去有杀业 对 我父亲 父亲养过鱼 我先生也养过鱼 你先生养鱼 你不帮忙的 对呀 好了 你不是跟你养鱼一样啊 对对对 那养了鱼嘛 就是被人家卖给人家杀掉呀 对呀 那不叫杀 是一个屠宰场一样的 对 那你 我告诉你 你最后走的时候 就是会痛死的啦 对 你现在自己好好地努力啦 谢谢你 我告诉你啊 而且头发还会脱光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你的腰还不好 小便也不好 密尿系统不好 哦 关节也不好 对对对 听懂了吗 听懂听懂 家里要找磕头 碗磕头的 我去酒瓶 好吧 好 你要当心点啊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不能动坏脑筋的 你再动坏脑筋 再去恨别人 你就走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现在护法神是在你附近 他是看着你的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好吧 好 放上多少条鱼 还要放四千条 好 好吧 好 好了 家里面的佛台 佛台还可以啊 家里有 家里倒蛮有钱的嘛 房子都蛮好看的 佛台也是靠着窗户的 蛮漂亮的 窗帘也蛮好看的 有菩萨去过吗 护法神 菩萨没来过 有护法神在 好吧 好好念经啊 心还不够沉啊 好吧 你一个人吃素啊 家里有人吃婚吗 有 所以我看你们家里的气场 还是不好啊 尤其是你们家 走进门 左面 那个地方 是不是厨房啊 没有 左边是一个什么房间啊 左边 左边是有一个房间 跟一个洗手间 还有一个厅 啊 藏的呢 你把门关起来啊 有 有关 非常不好 这个地方里面有灵性 晚上会有声音的 家里面有灵性 要是要多少张小房间 四十九张 四十九张 好吧 你还有一个 你的妈妈也不知道是谁 一个老奶奶 那个眼睛这里眼骨 突出来很厉害的 短头发 眼骨突出来 我奶奶跟我 我奶奶已经走了 我家婆 你家婆走了不了 走了 走了是不是 我讲给你听这个样子 你看看是你奶奶 还是你的家婆啊 我奶奶我不记得 我家婆记得 眼眶很出来 鼻子不是太大 有点尖尖的 嘴巴不大 瘦型的脸 不是圆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给她念吧 多少张 这个在你的小房子里边的 拿出来六十五张 给她念 就是四百多张 那里拿出来四十九张 她很喜欢看你们家的门 你们家的门 是不是经常绑啊绑啊 自己会想啊 反正是在家里面 有灵性的 好嘞 对 好了 好了 我身上 我身上 除了那个 就是 其他没什么大灵性 我身上 身上 你身上是不是 你身上这个灵性还不大 要弄你死了还不大 哦 好 好嘞 好好念了 谢谢师父 感恩佛杀 感恩师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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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